大家好,我是马克 本期是来自沟口歼二导演的第一部有声电影《浪华悲歌》 宁静了大阪清晨,药材批发公司老板前景的家 不时传来几声恶心的喜书声 昨晚太太又是晚归,前景心里很不爽,没个女人样子 前景的不爽蔓延到全身,吃饭时屡屡指责庸人 怎么回事,没有紫菜,也没有鸡蛋 等到庸人拿来鸡蛋,前景一把抢过来 我自己来,你走开 实际上太太昨天是去医院了,身体不舒服 医生一大早就来帮太太做了检查 我昨天头痛,痛得要命,还以为是 前景打断太太,行行行,别说了 天天往外头跑,没个太太样子 医生笑着说,生病了怎要看病的嘛,也不怪太太的 前景满脸忧伤,随即又装出一副天真少年的样子 亲爱的,我想和你再出去玩一次 太太听后,伸着头急切地问 啊,你说什么,嘴里的薯片都喷过来 前景扔掉烟头,唉声叹气 我尽力了 吃完早饭,前景太太又出去逛了 送了两张戏票给公司的年轻会计西村 答谢她昨晚的帮助 电话接线员林子一直喜欢西村 第一时间打过去问,太太给你什么啦 西村吞吞吐吐的,不肯直说 林子撒娇说,面对富婆,你就说你愿意就行了 股票商童爷到公司共干,看到年轻漂亮的林子心里造起来 小妹妹,跟叔叔玩,叔叔有钱 林子羞死了,还好前景社长及时出现 两个有钱老男人聊着林子 心灵神会,呲牙裂嘴笑起来 童爷走后,前景马上出手 花开看者,直虚者,莫待无花,空折之啊 我给你租一个高级公寓 你就不用天天苦哈哈来上班了 咱们互相满足,多好 说着,前景塞一张公寓名片给林子 林子一直躲着,不好直接拒绝,也没有直接答应 林子爸爸挪用300块公款 公司要起诉他了,再还不上就真坐牢了 林子下班后跟西村倾诉,请求他帮帮忙 西村兜里吹着两张戏票,含含糊糊的 你去找社长借借看,我真没办法 林子的脸上像被扇了一巴掌一样的疼 你去跟太太看戏吧,最好快点 不然戏票一会儿会被你手汗尽湿了 果不其然,林子爸爸公司的人到家里来了 做最后一次警告,马上就要起诉了 林子爸爸每日出去钓鱼 悠哉一天回来,躲在门口不敢回家 等到讨债人走了,爸爸才惊悟,大言不惭 不要怕,有什么大不了的 起诉就起诉,老子才不怕 林子厌恶透了这种生活,告诉爸爸 你这么牛,自己去跟公司说啊 不要老是让我应付 爸爸指责道,我不是为你们吗 我是为我自己吗 嫌弃家里就走,没人拦着你 林子气得多闷而出 钱钱钱,讨债鬼又来了 林子的哥哥耗智写信回来 没别的事就是要钱 林子爸爸现在没钱,但也不急 反正林子总会想办法的 正如爸爸所料,林子确实在想办法 林子做了前景的情妇 条件是前景要帮自己解决爸爸的事情 前景偷偷来到公寓,塞给林子三百块 眼看就要中午时分了 前景像模像样拿上篮子出去 一副居家好男人的拍头 吃完午饭,前景带林子去看戏 生活的有滋有味 前景正看着入迷 太太竟然找来了 太太天天在外面闲逛 眼线遍地,耳目灵光 眼看局面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 医生找来童爷帮忙 童爷嘻嘻哈哈 装作没事人一样跟太太解释 抱歉,实际上是我约的林子 林子反应很快 装作跟童爷很熟的样子 快速离开现场 一日林子到百货商店买口红 碰巧遇到西村 本就是自己喜欢的人 林子难免脸红心跳 西村看到林子这副打扮 还以为是结婚了 林子忙解释 不是不是 我现在在美容院工作 不知道是不是看到林子 这副贵妇打扮的样子 西村有些心动 我们看起来很像新婚夫妇呢 西村认真起来 拉着林子的手 嫁给我吧 跟我结婚 林子高兴地流下泪来 但自己现在的身份实在不配 前景发烧了 让林子打电话叫医生来公寓 医生毛毛躁躁的 竟然去了前景家 太太一听 直接爆炸 跟医生去公寓抓个重招 将发高烧的前景 直接拎走 事已至此 这段关系就算结束了 林子有些惋惜 其实社长是个不错的人 不过结束也好 林子马上想到西村 西村才是自己真正喜欢的人 就是不知道自己这段不光彩的经历 他能不能理解 保姆安慰林子 你们俩要是相互喜欢 我相信他会理解的 林子是个行动派 马上买火车票去找西村 内心掩饰不住的激动 没想到在车站遇到妹妹 瞬间将自己拉回现实 哥哥回家了 回来要钱 他明年春天就要毕业 工作也落实了 但现在就差两百块 妹妹请林子帮忙 你一定有办法的 对吧 林子烦得要死 帮完爸爸帮哥哥 家里的男人就像个无敌洞一样 林子嘴上拒绝妹妹 但身体却很诚实 写信回家 并随性附送两百块 爸爸读完林子的信 直摇头 这个女儿我就当没有了 我不管她了 绝口不提林子帮自己 解决农有公款的事 更不提这次随性附送的两百块 爸爸要钱 哥哥要钱 县官己所租 租税从何出 林子灵机一动 找到童爷 推杯换盏 半推半救 拿下童爷 拿下钱 然后起身 拍拍屁股走人 童爷放出话 小丫头骗子 跟我来这招 你还太嫩了点 林子打电话叫西村到公寓来 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商量 西村见林子住在高级公寓 穿着打扮 也已大别于从前 突然紧张得 不知如何是好 但当林子说了自己做了前几年的情妇时 西村沉默了 林子觉得自己要失去西村 姿态瞬间降到尘埃里 求求你 求求你和我在一起 就算你恨我也没有关系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童爷找来了 气势汹汹 像是要吃掉林子 林子并不惧怕 拉开一门告诉童爷 看到没有 死心吧 快回去 童爷没什么好说的 只想要回自己的钱 林子哪里啃 2300块 对你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 快回去吧 做个乖孩子 童爷酒精沙场 哪里会做亏本生意 刚出门便有折回 告诉林子 小姑娘 一会儿别哭 林子也不是好惹的 哎呀 我好怕怕哦 童爷走后 西村才走出来 跟林子确认过 那个男人是童爷后 吓得正正呆住 嘴里不停念叨 那可是童爷 那可是童爷 林子不停安慰 别怕别怕 只要能和你在一起 我什么都不怕 安慰好西村宝宝 林子便起身去烧饭 像个真正太太一样 西村捏了巴基 要回家 回家找妈妈 正在这时 警察来了 怀疑林子和西村合伙诈骗 本就被童爷 吓到了的西村 看到警察 腿都软了 西村一再强调 自己也是受骗 被林子利用 并骂林子是个可怕的女人 待在隔壁审讯室的林子 听到西村的一番辩解 脸上火辣辣的疼 眼泪直往肚子里咽 半夜时分 林子爸爸到警察局接人 警长置村桥告诉林子爸爸 念他是出饭 本人也已悔改 就不再逮捕他 带回去好好教育 回到了九尾的家 林子身心放松下来 还是家里踏实 一家人围坐在一起 吃鸡素烧 没人理林子 林子自己去拿了碗筷 没想到 遭来哥哥的责骂 一个女阿飞 有什么脸待在家里 还不滚出去 妹妹也指责 你的丑事都上报纸了 我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来 爸爸沉默着 始终不说林子 是如何帮自己 帮家里的 受到全家人的冷眼 林子不加辩解地 离家出走了 林子住立在一座桥上 俯首凝视 夜晚污秽的水面 胖医生路过 看到林子问 你生病了吗 林子笑笑 嗯 是的 变成我这样的女人 该怎么治呢 医生摇摇头走开 唉 无药可医了 无药可医了 林子突然想通了什么 将冒烟压低 毅然走下大桥 V8 期待已久 期待已久 终于开始 《沟口尖2》系列了 在做这期节目之前 我想了很久 从《沟口》导演的 哪一部电影开始呢 是按照时间排序 从薛雨林开始 还是从《雨月物语》 《西河一代女》 等几部大作开始 但不管从时间排序 还是从哪一部大作开始 貌似都不能很好地表达出 《沟口尖2》 女性电影大师的特色 直到我看到这部浪花悲歌 《沟口》镜头下的女性 无论顺从还是抵抗 无论守旧还是开放 皆逃不过一个杯子 杯从何来 从时代中来 从封建男权社会 建立的规则中来 女人们 忠不开 逃不脱 宿命似猪网一般 如果再细分一下 不难看出 在封建男权社会下 女性是被剥夺话语权的 是没有权利发声的 在这种情况下 女性的价值观 完全依赖男权社会的定义 什么样的女性是好的 什么样的女性是坏的 女性世界的价值观 就像个橡皮泥 男权世界里的男人 想怎么捏就怎么捏 男人这种爱捏橡皮泥的爱好 可追溯到文字发明起始 阿诚说 父系社会发明的文字 是用来记录母系社会的创作遗传 或者用来篡改这种遗传 真精疲也 动物庄园里的猪们 篡改公告牌 将一开始的四条腿好 两条腿坏 悄悄改成 四条腿好 两条腿更好 让羊群和尚队 天天唱 时时唱 处处唱 其他动物们 即便是听着别扭 但也只能私下发发牢骚 过不了几天就听习惯了 听习惯了 就成自然了 成自然了 就是老祖宗留下的规矩了 就印在脑子里了 就是真理了 而这部电影 妙就妙在 女主角是个接线员 工作就是说话 但讽刺的是 女主角说的话越多 越不被听见 其实不是不能被听见 而是男人们装聋作哑 故意听不见 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除非你声音大到 震破他耳磨 在我看来 认识沟口镜头下 那个时代里 一生辛苦一生悲的 没有话语权的女性 是有极大现实意义的 我在上面说的 封建男权社会建立的规则 其实将封建两个字去掉 依然适用 扩大一点说 不仅对女性 男女都适应 举个小例子 我在刚做这个节目的时候 某个比较小的平台 有观众骂骂咧咧的质疑 胡说八道 你算打干操 你是专业影评人吗 当然 脏话我这里就省略掉了 我看到之后 一般回复就是 抱歉 教育是很难的 特别是对于成年人 有这个例子可以看出 其受到了毒害之身 主动交出自己的话语权 主动交出自己的价值评定权 交给谁呢 有头衔的人 权威人士 以及某些大师 不过反过来讲 这倒是可以很好的利用起来 网络大威们一呼百应的 也正是因了词道 既然讲到沟口电影 那沟口标志性的一镜一镜 是逃不开的 就像小金的DG位一样 这种东西吧 说高深也高深 说艺术也艺术 恩多大师 评论家 都发表过各种 充满高级名词的艺术解释 我觉得这就好像让你来解释都上的小便池一样 只要解释的合理 有人信就行 艺术 通俗的说就是认可想象 艺术家就是有更多的人认可他的想象 你画了一张画 你妈妈说好 不够 要更多的人都说好 从事艺术职业的人 美院的老师 教授 当然 认可想象也是有体系的 先摸清美院的教授 认可想象的体系 再创作 效率可能会更高 如果你觉得这么做太憋屈 那就自创一个想象 并纠结一帮团伙来 共同认可这个想象 认可的人多了 就会成派别 当时教授说你狗屎 现在就会说你新派了 而所谓的这个派那个派的 无非就是新人 通过差异化来尽忠 快速凸显自己 短时间扩大影响力 拿到艺术家这三个字加成 然后就能做行走的提款机了 庆幸的是 狗口和小金这两位 昭和时代的电影大师 都是极真诚的 小金在书信机里 这么解释自己的低机位 地上到处都是电线 转移场景要一一收拾 既费时又麻烦 所以干脆不拍地板 将镜头朝上 拍出来的构图也不差 小金同学丝毫没有玄学 就这么质朴 长期为狗口写剧本的一天一闲 曾在一次就餐时 就原路中军葬 使用的一镜一镜手法 向狗口谈了自己观察的结论 据说弄了狗口很尴尬 狗口腼腆地说 啊 Soga 我倒没有这样想过呢 我觉得他当时的心理活动是 嗯 这个解释不错